小朋友拿起锄头 用尽吃奶之力 不过不管怎么挖 就是挖不到竹笋 只好请老师来帮忙 当肥大 白嫩嫩 口感清澈的绿竹笋出土 现场响起一阵欢呼 该如何寻找笋子 老师教大家 必须透过顶开土缝的笋间 同时挑选绿竹笋一定要记住 白 弯 短 肥 四字口诀 大伙边体验一日农夫 边吸收生活知识 像这个就可以采栽 这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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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小的就不行 采笋的角度啊 还有就是要看那个笋 它出土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学到 挖竹笋的很多经验 秀出战利品 母子俩摆好姿势 拍照留念 留下美好回忆 即使过程艰辛 甚至挥汗如雨 但大家都非常珍惜 这得来不易的成果 也体验了农夫耕种 历历皆辛苦的真谛 丰收时刻 大伙分工合作 将笋子洗净 再直接品尝起 口感清甜如水梨般的绿竹笋 美好风味 也让大家纷纷竖起大拇指 活动主办单位 文山区公所与景美农会 也欢迎民众踊跃来到 这一块五星级的笋园 除了乐当一日农夫 更能加深对这一块土地的情感连结 记者顾琛永 台北采访莫导